呃 哇 啊好重啊 但是我這支桿子可以的 耶 耶 耶 成功 這邊放眼望去都是無鍋魚啊 還有鯉魚 沒有看到鱸魚 但是 不管 就泡泡看吧 哈囉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 丟魚Fishing這個頻道 今天我們來到基隆河的中上 來尋找所謂的野生魚 這環境的釣點位置 還有一些注意事項 將會在影片中 慢慢的跟各位做介紹 記得先訂閱我的影片喔 應該也會有 給丟魚Fishing一個支持吧 謝謝 兩克的用 小綠蟲 我覺得 無鍋魚啊 對小綠蟲這種東西 應該還蠻有吸引力 還沒掉就丟喔 觀看 超綠蟲 的 力量 弱 兩克 兩克 柠檬 現在 沒有 火口 火口 哎呀 還蠻有力的 哇 這是火口 蠻大的哦 再出去一下 哦 起來 找對地方了 終於有火口 還不錯哦 飄飄亮亮 感覺它有沒有吃得很肥 來 之前有釣油呢 希望我能夠同時介紹我所使用的釣組 但其實我自己都還在處摸索的一個階段 但不管如何 既然有人有提出這樣的需求 那也不是太困難 所以之後我就會盡可能的把 釣組釣耳 跟大家來做分享 如果你也有興趣了解 那就參考看看吧 現在所使用的這一隻 這隻賈爾是JECO的Leo Bell 70F 它落水後 基本上是浮水的 當你在抽動收線的時候 它則會往下潛 那至於顏色呢 我通常都是現場有什麼買什麼 我才會特別的挑 因為我有聽說 其實這些顏色主要是給人看的 中 洛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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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功 在剛剛的位置成功起了幾隻火口 但是沒有其他運動的窯口 就想說換個位置吧 沒想到就在這邊 就是紮紮實實的 馬上遇到了這次的目標語 大口黑爐 好 要讓他回家了 啊 我沒辦法 ok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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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好 爽 由於剛剛的米諾 在後面幾次拋乾後 不小心掛到了右邊的草 水底的草 差一點拿不回來 所以現在呢 把它換成了兩克的牽頭鉤 與軟床 也就是剛才在釣火口用的釣竹 那由於這是兩克的牽頭鉤 所以他下落的時間會比較慢 比較飄 那我就會 用比較慢的方式收回來 像是跳頂 看有沒有辦法種火口 或者是鱸魚板 然後 鱸魚的咬口跟火口啊 這些是截然不同的 鱸魚咬東西 基本上非常非常的溫和 他多數就是把它含住 走 哎呀 哎呀 哇 鉤子開了 所以這邊也把這個經驗分享給各位 如果你想要釣鱸魚呢 千萬不要用細鉤子 好 黑黑暖蟲上班去 由於剛剛被開鉤 所以現在上場測試的是7克左右的 鉛頭鉤配上7.5公分長的黑色軟蟲 剛才有說到鱸魚的咬口非常非常的溫柔 那因為我之前有去所謂的管理池 釣過鱸魚 大鯉魚 大鯉魚 所以我大概可以了解 就是鱸魚的咬口非常非常的輕微 甚至你會莫名其妙就覺得 怎麼有魚了 加上也看了很多網路的那種實境的影片 看到鱸魚吞下甲耳的瞬間 其實只是含住 那你就必須要開槍 如果你沒有做開槍的動作 它很可能就吐掉了 還用丟臉 哇 WOW 唉呀 帥 Hare 哎呀 過來過來 哎呀 有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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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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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這個咬的好深 先解 先解 打的位置很棒 它打在側邊 漂亮 漂亮喔 去 Thank you 細語紛飛 很不幸的 黑尾卵蟲跟欠頭弓 剛才掛筆 現在重新上場的是 5克的欠頭鉤 配上一個大捲尾 哎呀 啊 造皮 可惜 它應該是含在嘴裡 好 中了 漂亮 讓它洗個塞好了 不洗 哎呀 掉了 洗塞 真的洗塞洗掉了 洗塞洗掉了沒關係 舒服舒服 OK 感謝影片看到了這裡 那前面有說要介紹這個吊點 所以呢 現在就開始做吊點的一些介紹與分享 這個地方呢 是位在基隆市七獨區的七弦橋 在橋頭邊有一塊空地 目前還是停車場 所以開車來也很方便 那在於橋的左右兩邊呢 都有樓梯可以往下走 也就是所謂的第一階層的下切點 在這個時候開始下雨 那這一波雨還蠻大的 所以我就先待在橋底下 發呆了一下 然後觀察一下左右的一些環境 這幾天的天氣不太穩定 摸約過了半小時左右之後 就出太陽 那一開始呢 我先往吊橋的方向走過去 往那邊走了一兩百公尺 可是我發現那邊完全沒有路下去 所以現在往左邊走走看 穿過了橋底下 到了橋的左邊 那這就是加油站的方向 這邊呢 就會有一條路可以再往下切 那因為是第一次來 所以我也是邊走邊用手機 看Google地圖 這個下切點的左邊呢 有一個在地人傳統的一個洗衣池 所以呢 這邊有清水 當你釣完魚的時候 上來 我們腳上可能會一些泥巴 剛好在這邊可以做一些情節 我覺得是蠻方便的 好 那順著這條路下來呢 往前走 就會開始走回七弦橋的正下方 那來這裡釣魚呢 我的建議是 能夠穿就是釣魚的那種鞋 或者是你覺得比較不怕髒的鞋子 因為你會看到這邊都會有很多的泥巴 然後多半都是非常的濕滑 所以我覺得穿著長筒的鞋來呢 也會行動比較自如 不會綁手綁腳 另一方面呢 因為我們燈會也會走這些草叢 那長筒的鞋子也可以保護你的腳踝 因為有可能會有昆蟲啊 或一些蛇類之類的 多做一份安全防護 我想總是比較好的 那地圖上我現在標示的這個位置呢 也有可以下跌到岸邊的路 下去岸邊之後 往回走 就可以搜尋整個 河道彎曲的這個位置 好 這邊 也算走到盡頭了 這邊要過去不容易 前方的那座紅色的橋是重置橋 需要過去嗎 好像不需要 看起來都是這個高地落差蠻大的 而且這邊的坡度呢 都非常的陡 所以我也放棄探索 OK 折返 這一段路今天探索完畢 好 那我現在回到了就是七弦橋跟旁邊這個 俊德吊橋的中間 那你會看到有一條繩索綁在這裡 這個應該是之前的前輩 綁在這裡的 所以這邊是一個很明顯 然後很好下去的一個下潛點 當然這條繩子是浮佐啦 那這邊的坡度其實沒有很陡 你不符著繩子其實上下應該也都不是問題 不過由於剛剛才下完雨 所以整個草地是濕滑的狀態 抓著繩子還是多一份安心 這樣子就成功抵達七弦橋橋下的掉點 那這個是我第一次來到這邊 然後徒步探索這邊的環境 地形地貌的一個概略的了解 希望這樣的資訊能夠對你們有所幫助 影片到這裡 如果你還在看的話 哇 那真的非常感謝你這麼支持我的影片 好了 那我們繼續 那接下來要測試的這一個 米諾是POPPA 品牌是Megabus的Baby Pappas 如果你的觀察力入圍 你可能會發現 我的衣服服裝不一樣 從綠色轉為紅色 其實這已經是我第二天來 然後我已經掉了三個小時 什麼咬口都沒有 三個小時下來 拋的就是一個寂寞 現在的時間大概是傍晚五點 秋天的黃昏總是太陽掉的特別快 這三個小時下來 無論是幾顆的牽頭鉤啊 卵蟲啊 沉水的米末 浮水的鉛筆 V.I.B 什麼能用的 我都用過了 魚不咬就是不咬 為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 原本呢 今天還帶了一個朋友過來 出體驗 那 他覺得有點無聊 所以 都已經先行離開了 剩下我一個人 在這 獨自守護那釣魚人的堅持 用路亞賈爾釣魚嘛 打龜是正常 種魚是N次 如果狂咬呢 表示你最近一定有做散事 我今天第一位 哇 爆水錶的 哇 帥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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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 哇 哇 哇 客人還是很不太會用這個東西 哇 哇 中泡泡 好過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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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等會卡住了 沒想到會中魚 所以現在手忙腳亂 好先把它解下來 哎呀沒想到中魚 太爽了太爽了 哎呀 脫爬 先把它解掉 哇 才打到一點點而已 哇 總算又中魚了 嗚 耶 哇 超大的嘴啊 耶 吃波爬吃波爬 我來看看他多大隻 哦 40公分 比昨天的大 別動別動 哦耶 40公分整 40公分整 耶 昨天成長了 YES 啊 把它放回去 心情好嗎 對 對 看他 拜拜 YES 好快 好快 是 有 好快 是 有 好多 哇好多哦